第零506章 请上路 身为教主 纵非开天辟地以来的最强者 但也纵横天上地下 横推各界 所向披靡 怎会被惊走 这一战不可避免 即便不老天尊投影被击杀 其他人也不可能直接退走 西方教的教主 通体金黄 流转秘力 这是金刚不坏身修到极致的体现 向前迈步 压得天雨破碎 天地似容不下其真身 在他的体表外星光浮现 他并没有变大 但是宇宙仿佛缩小了 似有星河绕着他的躯体 哄 他一掌拍来 强大的法体压的虚空隆隆轰鸣 金色道身不朽 拥有至强神威 在那掌指间混沌气翻涌 柳神捏法印 平凡一击 修长手指拂过 闪烁银白光泽 蕴含大道质检真意 与那杖六金身碰撞 这虚空无声的湮灭 杖六金身倒退 柳之百动 这两者间星光溃灭 混沌云雾汹涌 皆被笼罩了 吃 剑光灿烂 展开混沌 若玉外不灭之光 转瞬极致 犀利无比 要断柳神的手臂 与其身后的碧绿神术 当 旁边 小塔发光 化成一座通天巨塔阵落 与仙剑撞在一起 声音之大 弱神金石猎天 响彻四方 紫气滚滚 凝聚成一道法身 双手底天 拖住了洁白的塔身 化解塔威 而他的本体 则手持仙剑脉步 继续杀向柳神 一时间剑气如红 道则流转 皆指向柳神要害 每一道剑气横空 都若一挂星河绽放 瑰丽而宏大 不灭的生灵也出手 智刚智强 一对金色羽翼闪动 雷电如爆 惊霞漫天 不过 他被五行山挡住了 山体放大 释放金木水火土 五行神光 化身万物本元气 智刚智大 轰向前去 不老天尊投影被杀 五行山自然不平静 激烈出手 不断发威 砰 突然 西方教主与柳神 错身而过 冲击向不灭的生灵 金色长指不朽 与他的金色拳头碰撞 让虚空轰然爆碎 一个金色法相无敌 一个肉身走到极致 这两者遭遇后 若针尖对脉盲 激烈无比 与此同时 一道剑光斩落 在紫气阴晕中 与柳神对抗的无上强者 刹那侧身灰斩 剑红冲击向不灭的生灵 这是一场大混战 敌手不固定 随时变换 只要能有力有效地 灭掉对方的主力 便可奠定此战胜局 嗡的一声 五行山倒转 化成宝印 镇压下柳神的头颅 垂落下一道道 如铺般的光辉 将下方的身影笼罩 伴着绿光 随着生命波动样起 一株碧莹的柳树 伸展枝条 吸收着五行精气 滋养己身 散发朦胧光韵 五行山一声怪叫 这天地本源五行气 对那朱继灵神术来说 仿佛是养料 能被炼化 让它震撼 五行山脸去霞光 化成纯粹的一座巨山 以不朽之身镇压而下 要震碎那道身影 还有那株生气勃勃的大树 动 碧绿之条 一起冲向高空 至柔之力流转 化解这种刚硬 短暂的刹那 将缠绕住了这座五行大山 与此同时 那修长的身影飞天 一掌拍出 银白掌心出现一个繁复玄傲的符号 可怕无比 印象五行山 五行山一惊 这是反五行之符 为混沌时代神文印记 对方居然随意施展 要破其真身 嗡 五行山巨阵 山体上出现五个符号 而后旋转 化成一个五行光团 想吞掉那一枚符号 要将其炼化掉 哄 这里一阵 一下子炸开了 五行山摇动 那团光被破开 五行精气汹涌 被那银白的手指吸收了部分 令他矩阵不已 急速倒退 嗡 柳神探出一只手 出现在五行山径前 一把捞起 抓住他 猛力向前轰去 当 山体化成宝印 被柳神暂时掌握 用力拍下 正好系在那柄仙剑上 爆发出赤剩的光芒 奇音震耳 仙光艳艳 手持剑气的无上强者 张口喷出一团光滑 化作符文 禁锢虚空 并以剑光展向柳神的手臂 啪 小塔挣脱子气 击散那具化身 急速俯冲而来 塔身放大 底部化成一个漩涡 疯狂转动 汲取那些虚空中的符文 混战激烈 他们各斩手段 随后 最主要的攻击 还是集中向柳神 因为上界巨头知道 它是关键 不将其击败 此战没有意义 西方教的教主 古朴而神圣 金色法身坚固不朽 他探出一只手掌 急速放大 一下子笼罩了这片天地 将柳神覆盖 掌中世界 这种大神通父有圣名 成就最大者 便是这位教主 号称摘星卓月 一袖遮乾坤 一手掌天地 那掌指发黄 浩大无边 每一根都如撑天之柱 抵住了苍穹 一些星云浮现 环绕在那些巨子中 而柳神则 出现在那掌中心 像是要被禁锢当中 吃 破空之想传来 柳神接连捏印击出 要镇破这掌中世界 法则流转 秩序之力密布 这掌中世界一片混沌 不稳固 似要破碎 轰得一声巨响 这手掌变了 化成一座红炉 要炼化柳神 神炉金黄 密布符号 隆隆照天语 柳神抬手 猛力击出 此时手中还持着 五行山化成的宝印 砸向这金色的手掌 所化成的宝炉 就是这一刻 一直很沉默 只激扎而不说话的 杖六精神开口 猛地翻转手掌 向下压落而去 金色神炉重化天地 星河无数 向下垂落 甚至还有大星砸下 西方教的教主翻手 这是要将柳神一把封印 哄 同一时间 五行山发光 挣脱柳神手掌 配合那股宏大的气息 也开始镇压 两者合力 这有预谋 五行山本身并不这么弱 早先故意背擒 他充当了封印法器 此时急速放大 配合那西方教主 释放不朽的气息 柳神平静 依旧镇定自若 韧心和压落 自身坠向大地时 其体外神盘发光 震开所有符文的压制 与此同时 自他的掌心 飞出一道绿霞 演化生之道 无尽植物扎根虚空中 汲取五行之力 并吸收那杖六精神的法力 这是一种奇异的景观 绿霞遮天 一株通天的柳树暴涨 急速冲销而上 破开了所有混沌器 若一株世界树 轰的一声 掌中世界破灭 杖六精神盗飞 五行山翼暗淡 都被平白夺去了 一股浩瀚的精气 滋养了那株树 他仿佛扎根开天前 天地都容不下其真身 每一根枝条 都挂着一道星河 每一片叶子 都拖着一颗巨大的星辰 在那里闪耀光辉 而一条修长的身影 则站在晶莹的树冠上 俯视众生 轰隆隆 紫气东来 那手持仙剑的强者 摆脱不灭的生灵 张口一笑 紫气漫天席卷而至 带着一种大道气息 镇压而下 哄 小塔飞来 对抗他的威势 这天地巨震 剑光一闪 这名强者消失 自身化成一股氢气 任小塔冲来 结果扑空 紧接着 这天地中 道阴隆隆 四面八方 到处都是那人的身影 全都手持仙剑 流淌玄黄气 向前斩杀 一具身影为一个符号 这是他的道 化身天地的烙印 无远不见 吃 柳神一出手 他脚下的柳树发光 千百条柳枝 碧莹莹 全部化成秩序神炼 向前冲去 与那人对决 非常令人震惊的是 每一根柳条的前端 都金光闪闪 化生出一只鲲鹏 灵力无匹 要击碎着天地 这种景象很惊人 在场的致强者 漠不动容 每一根 碧莹莹的柳条 都像是连着一头金色中 带着黑色斑点的鲲鹏 冲击向前 破灭万无万法 连鲲鹏的道 都可信手拈来 容在自己的宝树下 真挚最强 有人轻叹 哄 这天地暴碎 氢气散开 一柳仙剑被震碎 化成流光消散在虚空中 紫气翻涌 那人倒退而去 诸位都已领教过 是我请你们回去 还是自己转身归上见 柳神开口 神念传音 分不清是男侍女 修长身影战力 一株碧莹莹的神术相伴 超然而惊艳 赶紧逃吧 难道等投影被击杀吗 虽说不是真身 但将来传出去 也好说不好听 小塔冷笑 嘴巴不饶人 西方教的教主 通体金光大圣 散发最强威压 一瞬间而已 震动了这一戒 像是要毁掉下诸天星辰 他面色平静 连脸都是金黄色的 此刻一手指添一手指的 结成无敌法印 一股莫名的禅畅响起 震动三千戒 此刻 他气急惊人 像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不可匹敌 他结成了最强的法印 通体金黄无比 各种符文密布 交织在天地中 就要向前按来 柳神发出一声道音 体外三千神明膜拜 祭祀音同时响起 让这天地一颤 将那神圣金光破开 西方教的教主 一探 最终收起掌指 没有施展无敌法印 因为这是下界 他不能久留 时间快到了 吃 他化成一道金色光束 贯冲天穷而去 就此消失不见 也请上路 柳神再次开口 看向紫气绕体的 无上强者 紫气汹涌 那里的身影倒也干脆 他与西方教主 虽然还有一些时间 但是争下去 也奈何不了柳神 轰然一想 他化成一股紫气 冲销而去 也不见了 五行山剑状 直接就震开了虚空 没入混沌内 不敢在这里停留 第零五零七章 密文哪里走 小塔大叫 似曾塔身发光 震开虚空 扫射混沌剑气 想将它留下 而不灭的生灵 更是早已行动 直接追了下去 目射金色光束 一拳轰碎虚空 没入混沌中 柳神未动 伴着一棵寄灵神树 近乎空鸣 散发飘渺雾矮 有一种朦胧的仙韵 不灭的生灵大吼 震破虚空 但还是晚了 没有能阻挡五行山 事实上到了这个极数 若是一心想逃 几乎不可镇压 更难生死 五行山画做一道本元器 没入布老山的青铜殿中 这里神光赤盛 它瞬息消失 空留下一股惊人的元气波动 一个法阵崩碎 青铜殿雨摇动不已 小塔追至 一阵诅咒 五行山去了上界 就此顿走 离开八玉牢笼 再想见到 唯有登天路才行 下一刻 不灭的生灵与小塔 重归太古宝界 既然没有追上五行山 还不如赶紧来此 寻找大机缘 到了他们这一境界 一般的天才地宝 根本看不上 唯有混沌中长出的灵雾 才能入法眼 特别是混沌中的符纹痕迹 太古宝界深处 有壮阔的瀑布 有无边的大湖 还有巍峨的巨山 古墓参天 灵气蒸腾 流淌霞光 柳神这是怎么了 回来后 十号惊讶地发现 柳神依旧站在那里 似在感应着什么 最后 他更是盘膝 坐在绿光流动的柳树下 默默推演 像是遇到了极大的问题 咦 这是怎么了 小塔飞来 通体发光 也在跟着感应 有古怪 那不灭的生灵 双翅一脸 金宇从脊背上消失 此刻穿上了一身金色甲皱 他发丝变短 但依旧枯黄 并不是很高 看起来二三十岁的样子 脸若刀削 棱角分明 成淡金色 这是人类的容貌 根本看不透他的本体 不知是何种生灵 十号十五岁 即便早熟 但好奇心也相当严重 悄悄寄出那枚重铜眼 想要暗中观察其本体 甚至想知道柳神真容 结果 那神眼刚一寄出 就见到了一片耀眼的黄金光照顺而来 入目黄金光燃烧 璀璨到无法正视 十号吃了一惊 神石被灼烧 有些发痛 并没有看清对方的本体 只是觉得如一轮金色大日般 燃烧神光 不灭的生灵看了他一眼 目光深邃 一句话也没有说 十号一领 这个极数的人果然可怕 强大的不可以道理度知 别看了 你看不透 想知道他是什么 小塔降落 塔身上摇曳下洁白光辉 十号尴尬 但还是点头 他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天生地痒 小塔大笑 那是什么生灵 十号 看向这不灭的生灵 更加好奇了 不灭的生灵看了一眼小塔 神色不善 金色瞳孔流动刀锋般的光芒 散发一股威压 说真话容易遭人恨 枉我还救人脱困 小塔装模作样 而后神秘兮兮地开口道 其实他是从一个蛋里孵出来的 不过却被孕育了上百万年 故此我说他是从石头中蹦出来的 十号文言心头一惊 这是什么生灵 在蛋中待了百万年 这简直吓死人 不然 你以为他为何这么强 一个后天生灵而已 却难以杀死 灯灵上了绝颠 小塔道 十号难得听他道出这样的密文 虚心请教 生灵如何才能走到最强 怎么还有后天之说 他后天而生 却被人埋进一个混沌小世界中 孕育百万年 出生后自然强大无比 得到了先天印记 造孽啊 伴着他的出生 那片混沌界都崩溃了 小塔道 十号心中一动 难道唯有育育出的先天生灵 才能走到最强吗 他不禁醋眉 柳神苏醒 看出了他的迷惑 到先天后天皆一样 后天一步一步成长 体验更多 若是最终崛起 也许会更为强大 十号点头 借机请教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三尊巨头在此 随便说点什么 都足以够他消化很长时间 因此他很虚心与认真 最后 他对柳神 以及这个不灭的生灵 都化成人生颇为惊异 顺口一问 不曾想却 得到了一个十分严肃的答案 生在这片这天地中 有些形体 天生与到清静 人形的躯体便是其一 适合修行 借此 可以临近不朽不灭 十号吃惊 这种问题对于他来说 现在谈还太早 若非柳神点出 还真是难以知晓 有这等说法 这位前辈虽是人参 但不是 还保留下一对金色羽赤吗 十号小心地看了一眼 那不灭的生灵 他当年不曾化尽 这对金色羽翼 成为了他肉身 与道横威力 最强绝的体现之一 但也成为制约 他前行的阻力 小塔幸灾乐祸地说道 还有这等说法 十号诧异 不灭的生灵冷笑 道 我不认为这是智骨 便是化成适合修行的形体 试问又能怎样 迈出最后一步 我留下精益 没有化尽 反而成为最强手段之一 令我战力无匹 强横一事 岂不更逍遥 那小塔你呢 也不是人参啊 十号问道 塔行 亦适合长存 天生为道的载体 小塔得意洋洋 最强之处 也许往往会成为 制约我们在突破的关卡 柳神心有所感 所以你才涅槃 小塔问道 你又怎能推断 我是涅槃 而不是历经一场生死决战 柳神道 不灭的生灵文言不禁动容 看向柳神时 神色有些复杂 并且像是想起了什么 仰望苍穹 无比的凝重 小塔也是一阵 谨慎地问道 听闻自古以来 想迈出那一步的人 都会遇到大恐怖与大诡异 柳神点头 在其背后绿霞灿灿的神树翼 随风摆动 仙气迷蒙 神圣无瑕 不对 虽听到过你的名 但是 你到底是谁 并非这一天地中的生灵 小塔突然这般说道 柳神笑了 摇头道 你想多了 说到这里 他背后的神树化成 一道闭光 急速缩小 演化为一道神环 出现在其脑后 盈盈灿灿 流淌鲜光 十号在旁 心中触动极大 虽然不是很明白 但还是能猜到一些 柳神看向他 若有所感 目光停在他的胸口 道 多了一块骨 日后将法力无穷 神通广大 十号一正 所有所物 斩掉太可惜了 小塔摇头 此语一出 十号心中更是一惊 渐渐明了 和虚斩 留下来为己用 纵横天地中 将是一最大的仪仗 不灭的生灵冷笑道 柳神没有说什么 结束了这个话题 路还是需要自己去摸索 在这条大道上 谁也不敢说 自己一定正确 差不多了 我要进去了 柳神道 咦 你感应到了什么 小塔问道 这才想起 刚才柳神在不断推演 那道门可能又出现了 柳神道 什么 开天辟地前 混沌中的那道门户 小塔吃惊 他在这片太古宝间内 不灭的生灵也震撼 你 该不会是要闯进去吧 自古以来 但凡进去的人都消失了 仅有鞋躺出 小塔怪叫 不灭的生灵也露出金融 神色殷勤不定 我先去看一看 究竟如何决定 看过再说 柳神道 十号有一种感觉 柳神十分飘渺 明明很近 但却又像远在天边 仿佛真的要离去了 柳神 他赶忙呼唤道 半混沌 而生的原始之门 仅出现几次而已 便引发了太古异议 以及上古神战 不曾想 金又现 小塔一探 霞光一闪 柳神没入太古宝界深处 就此不见 十号抱住小塔 跟了过去 最深处 这片壮丽山河 与一片混沌接连 萌萌一片 不可见到景物 十分的壮观 若一片汪洋 那门无论是在上界线 还是小世界中显化 都隐在混沌中 不灭的生灵开口 他目光硕硕 道 我不会去闯 我只进混沌世界 汲取自身所需元气 而后便去上界 打闹个天翻地覆 我打算去看一看 小塔道 那我呢 十号问道 你进不了混沌界 在外面寻一些机缘吧 喂 你们别急着进去啊 万一不老天尊 西方教的教主等 再次投影下来怎么办 十号露出交集色 想下来哪里有那么容易 便是投影也要付出巨大代价 被打回去了 就再难以下来了 小塔道 说话间 他直接出手 将十号传送了出去 远离这里 也不知道多少万里 而后混沌界 便轰然巨震了起来 急什么 喂 我父母还被风震中 你还没有放出来 十号大喊 结果却早已远离那里 无可奈何 上界教主一时下不来 而柳神也要消失 想到这一可能 十号一惊 感觉很不适应 还有很多话想说 语问 别担心 走之前会彻底解决 上界的问题 柳神传音 柳神 我很想跟你一起 去进那道门 十号大声喊道 可惜 再无回应 太古堡界最深处 混沌澎湃 法则交织 那里大道符号密布 神秘莫测 若是他们都不在了 那只能靠我自己了 十号轻语 握紧了拳头 忽然 他感觉到了几股熟悉的气息 立时明白 是上界的那几位贵女与奇才 在入口时见到过 此时已深入进来 与此同时 他见到一只金乌横空而过 是这片宝界中的生灵 璀璨若一轮大日 散发恐怖威压 十号心头一领 迅速收心 他知道 这片原始之地 可能蕴含有莫大的机缘 第零508章 金乌海 金乌这种生灵 算是天地中最强大的物种之一 在神话起源过程中 更是有着平常生物 难以企及的地位与高度 相传连那空中的太阳 都是一头沉睡的古老金乌 这一头 肯定远没有达到那种高度 与神和圣 还相距甚远 不过 也不是一般的生灵 居然有尊者气息 浑身金黄 鱼翼散发刺目光束 十号不愿节外生枝 收敛自身气势 避过了他 看着他向远方飞去 于虚空中留下一道金色长虹 这太古宝界不一般啊 有强大的尊者 他自语 天地大劫刚过 八余内的尊者消失的消失 死的死 除却那有数的几个大教外 很难再寻到这等层次的生灵 太古宝界一直封印至今 现在出世 有强大的生灵 倒也在情理中 嗡 突然 远方传来轰鸣声 虚空在颤抖 而后他感觉到了一股 洪水滔天般的气息 那是什么 他心头一震 远方茫茫一片 金色火光漫天 隔着很远 炽热就扑了过来 像是海量的岩浆在喷发 令天地将干枯 十号凛然 而后头皮发麻 转身就走 化成一道虚影 从这里消失 那竟然是密密麻麻的生灵 铺天盖地 足有十万头以上 全都通体发光 犹弱火炬般 声势浩大之极 这是火压 一种很强的生灵 拥有金污的血统 居然这么多凑在一起 形成一股洪流 席卷高空 这些生灵 大半都为黑色 喷吐离火 还有部分为淡金色 与赤璀璨 横空而过 燃烧神性光辉 不管个体是否强大 但是这么多合在一起 就足以碾压一切 十几万头火压肆虐 简直害人听闻 有点古怪 发生了什么 他们似乎在搜捕 难道是那几位上级的贵女 与奇才触目了他们 十号避过 已急速在山林中穿行 逃离这片区域 他再强大 也不愿招惹这样海量的生灵 看样子 这还不是全部 这是一个族群 形成一个城池 凭我们根本不可能登临他们的祖地 火压太多了 可是那祖地多半有质保 你没看到吗 有尊者及金屋出没 若是能潜入进去 也许能得到金屋族的繁傲宝术 十号刚离开那片区域 就在一座山谷前 听到了一些人低语 那几人气喘吁吁 显然也是刚逃出来的 他在暗中仔细一看 果然是熟人 是上界的那几个奇才 多少有点狼狈 被追杀了 也不知道多少里 袍袖都烧焦了 不过 却没有看到那几个贵女 应该是分散了 两三头尊者及金屋倒也无妨 我们自身足够强大 还带着密宝下界 足以镇压他们 金屋族的宝地不容错过 一人开口 果然是他们在惹祸 要探金屋与火压族的祖地 十号没有掺和 一闪而眉 离开了此地 横渡出去足以上千里 他再次听到阵池声 远方火光滚滚 这一次的火情不下十五万 烧得苍穹都扭曲了 十号再次转移 不想与卷入风波中 不过 这一次锁形方向 恰好是火鸭族的七居地 前行数百里后 见到一座城池 有很多人参 鸟头的生灵出没 在附近 更是有很多火山口 岩浆鼓鼓 一片灼热 这个地方虽然灼热难挡 但是却有一股很浓郁的灵气散发 令人燥热的同时 也觉得毛孔舒张 痛病快乐 地火焰 十号吃惊 在这座巨城附近 那鼓鼓而涌的液体 并不全是岩浆 有几股形成泉池 散发强大的精气 净是地火焰 这是一种火性灵液 一般蕴含在岩浆中 很不好提取 想不到这里有不少 聚集成了几个灵池 不多不少 足足有八座 虽然不是顶级神叶 但是架不住量多 有一座都快成为了赤红的小壶 十号星晶 感觉自己胸口一阵火热 那是至尊鼓感觉到了强大的神能 想要吸收 从而进化 进一步完满与成熟 不行啊 这里的火压与金屋不下百万 真要去动这些地火焰 估计将会被满世界追杀 他可不想成为上见那几位奇才的挡箭牌 那几人招惹了金屋 他现在凑过去 一定会成为替罪羊 先等一等 若是他们再出现 去探什么阻地 我再来此寻机会 他仔细观察 发现火压族对地火焰守护不是很严 因为此地灵液很充沛 城门那里 一些火情很强大 大部分穿着黑色甲皱 少数穿着金色甲皱 进行巡视 城中强大气息不少 王者出没 甚至还有尊者的波动 释放神能 强大惊人 令人深深忌惮 石浩在这里看了一会儿 转身离去 两日后 他躺在一个小池中 洁白液体散发新香 不远处藤蔓极其丰盛 他所在的地方 有神性精华流转 真是难以想象 这片太古宝界内 物产这般丰富 有的地方灵气都化成了液体 这是一处洞府 早已荒废多年 在当中有个池子 足有满满一池食乳 洁白的灵气惊人 散发芬芳 十号咕咚咕咚 先喝了一个饱 而后整个人都坐在当中 这绝对是数以万年的积累 蕴含着强大的灵性精华 食乳也不是顶级神叶 但是这样一池 足有一米剑芳 也很惊人了 让它如沐仙光 浑身轻盈与舒服 可惜 没有精华成地乳 若是那样的话 效果更佳 便是如此 这样一池宝叶 依旧很可观 最精华的部分 化成一股白光 没入它的胸口 正在滋养那块骨 近日来 这块骨越来越活跃 感受到天地精气浓郁时 便会自主复苏 进行汲取 显然快要成长好了 不久后 一池食乳化成清水 精华全部被吸收干净 十号感觉通体暖洋洋 一念间胸骨发光 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汹涌 到了这一刻 它能见到那些符文了 繁傲无比 密密麻麻 果然如一部天书般 全刻在那块洁白的骨上 这是一种至强神通 属于它一个人的至尊宝树 这个封印的世界神星物质很多 也许不用去金屋那里寻机缘了 十号自语 如果时常可以见到这样的灵池 足够滋养至尊骨 毫无疑问 太古宝界被封无尽岁月 有着太多的灵物 价值难以估量 若是被外界人知道 一定会蜂拥而入 趁现在知道的人还不多 赶紧收集 在接下来的几日里 十号收获颇丰 在这里探索 并又发现了几个强大的族群 都已筑成自己的古城 哄 突然 远方传来强大的波动 一股冲销的火光腾起 击穿了云层 火光澎湃 绚烂夺目 金屋族那里 出现异常暴动 十号本不想过去 可是却感受到 周围的空间中 有几股强大的气息浮现 是几位尊者 横空前往 是太古宝界内的强者 属于此界的强大的生灵 连他们都赶过去了 说明那里很不一般 可能有什么机缘 十号展开昆蓬法 也冲了过去 还未接近 隔着很远 就有一股热浪喷涌 前方赤红一片 一些尊者出现 在远方盯着 眼神炽热 如强大的银尸 九头的巨蛇 远古遗存下来的 黄金巨人等 守在此地 金屋古城的后方 那里天崩地裂 有一座古老的法阵解体 那封印的太古神土 重现时间 散发无尽火光 十号震惊 早先所看到的火山 与地火叶等 根本算不上什么 在那古城的后方 茫茫无尽 竟然是一片岩浆海 这是岩浆吗 比海还壮阔 无边无沿 一直蔓延向天际尽头 热量金人 赤红江夜汹涌 散发灼热能量 赤红与灿烂绽放 这样的岩浆海闻所未闻 最为诡异的是 这海面上有船在行驶 样式古老 随岩浆而漂流 金屋族的封印祖地 今日开启 将有天大的机缘啊 一位尊者大孝 与其他人相互看了一眼 都看出了彼此眼中的炽热 在那岩浆海深处 散发出一股浩瀚的神能波动 一股惊人的精气汹涌而来 带着心香 令人吸一口气 都觉得身体轻飘飘 其中一位尊者大喜 画成一头五色鹿 四体踩踏虚空 冲向岩浆海深处 结果刚冲击去不远 便扑通一声 坠落在江夜中 狼狈不堪 身上甚至冒起青烟 要燃烧起来 他一声大叫 脸上出现惊恐色 急忙冲起 退回到了岸边 竟然是一片近空领域 强大如尊者都无法飞行 而且 这沿江海温度高得过分 可伤尊者 令人惊悚 咦 他也来了 要不让他过来 与我们一起去探那金屋海 不远处出现几个年轻人 其中一人开口 正是上界的几位奇才 其中一人通体笼罩神圣光辉 毛子深邃 正式宣明 曾有意招揽十号 结果被拒 他扫了一眼远处的十号 轻语道 没有必要 一个下界天才 纵然不凡 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 只是累赘 忽然 更加剧烈地波动传来 浩瀚神力汹涌 在那金屋海深处 显化出一幅壮阔的画面 一株古树参天 扎根海中 通体金黄 拖着日月星辰 还有一座宏大的殿堂 若隐若现 散发不朽的光辉 难道是 宣明震撼 身体发抖 是太阳神术 那殿堂是 上界几位奇才 还有几名贵女震惊 彼此看了一眼 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 神话起源 遗迹再现 有人声音都在发颤 十号也震惊 隐约间他觉得 这里不比柳神 还有小塔他们去的混沌的差 甚至机缘可能会更大 第零509章 太阳神术 沿江城海 茫茫无尽 赤红一片 非常的壮阔 从未有之奇观 在赤红的汪洋深处 有一株黄金宝树 被日月星辰环绕 树冠上 见有一座巨殿 景象神秘而惊人 一定渡海过去 有尊者低语 彼此联手 想办法过海 不需要多说 只冲着那株神术就可知 那里有莫大机缘 很多人都想起了 金屋族的神话 该族于太阳神术上诞生 一位尊者刚入岩浆 所驾驭的法器便受损 被鲜红的液体溶掉部分 这不是一般的岩浆 温度高的吓人 随我走 一头银尸微猛而争鸣 通体赠量 挤出一块骨 并不受损 他招呼 两人一起乘坐 破海而去 人低语忠于知晓 一般的法器无用 必须有神人宝物才行 这是我金屋族祖地 诸位道友还请退散 这时 两道金光降落 化成两个金色羽衣的道人 阻止众人渡海 吃 他用手一点 那岩浆 海中大浪滔天 赤红江叶溅起 温度卓人 早先下去的吟诗等都已经 急忙对抗 道兄 这黄金术在神话中 可不是专属金屋一族 只不过最终被你足智尊 夺去一段岁月而已 九头蛇开口 他身体庞大 碧绿鳞片闪耀 吐出蛇性子 十分猙獰 封印解开 太阳神术重现 自当另则新主 你金屋族 难道还打算把持万古吗 一头黄金巨人说道 问声问气 他十分高大 如一座小山似的 通体金黄 一些尊者纷纷表态 对金屋族造成了极大的压力 远方虽有百万火压强者 但是面对一群尊者 肯定没有胜算 我觉得 你金屋族不能这么霸道 当让各族强者进去 有缘者得知 地面颤抖 不断军裂 一株古树移动而来 他枝叶茂盛 根精早已拔地而起 如触手与脚掌般 在地上行走 通体碧绿 但是有些叶片 也染上了血色 铁血古术 所有人都一惊 这是一种好战的古术 一旦发怒 满身叶片都化成血红色 沙发不休 铁血冷酷 这种术很少见 可是一旦修行有成 全都强大的离谱 超越同境界修饰 最是让人头疼与惧怕 事实上 但凡植物系的强者 个个都有独到的神通与宝树 一般情况下 无人愿意招惹 更何况是这铁血古术 我等也觉得 封印开启后 天地神物有缘者得知 一只蚂蚁出现 杖许长 闪烁紫金光泽 充满力感 强大而冷练 紫金蚁 又一位强大的尊者 为纯血黄金蚁中的变种 力大无穷 无生灵可以比拟 九头蛇 黄金巨人 铁血古术 紫金蚁 都是尊者中的佼佼者 在这方世界中 都享有圣名 让强势的金屋异族 也面色难看 好 就依各位道友之言 各凭机缘于本事 一位金屋道人开口 神色很冷 不再多说 等到了那里 让你们好看 几头金屋交流 全都冷笑连连 虽然失去黄金古术多年 但毕竟还是知道一些秘星的 哄 岩浆大浪冲天 赤红一片 封住了整片苍穹 那是铁血古术在发怒 他在这里被课 刚一入海 就有根筋浇黑 该死 他话语震耳 寄出一根赤红的法杖 如血钻般透亮 流动神霞 看得所有人都眼神一热 这是铁血族的阻气 这法杖放大 如一座赤红的巨木 载着他出海 驶向前方 就这样 众人纷纷行动 各斩手段 要横渡这片赤色的汪洋 上界的几位奇才与贵女 也先后感到 人到齐了 他们亦要出海 自然不缺少神物 迅速取出三件法器 乘坐不同的宝船 我们三方分开一些 齐头并静 这样安全 也可相互照应 碧谷说道 满头发丝碧绿 身材高大 眼睛有神 喂 十号你也来了 跟我们一起走吧 红黄开口 一身火红衣衫 散发赤霞 真如一尊黄女般 有人醋眉 比如说轩明等 并不愿意让十号登船 我们人已经够了 加入一个外人进来 根本不熟悉 配合不默契 也许会成为负担 艺人说道 他是个奇才 在下界能修行到这一步 也算是罕见 让他过来吧 反正他只是艺人 不会有事 蓝宇说道 融资清诚 性格温婉 机体笼罩着一层淡蓝色薄雾 希望他不要坏事 成为累赘 一个名为赵起的年轻人 皱着眉头说道 有些反感 不希望外人加入进来 因为这一次关乎甚大 此界的尊者不知 他们可是了解 那黄金树上 到底蕴含了怎样的大纪元 便是他们这些人 彼此间都在相互戒备 关键时刻可能会动手 不再和睦 更何况是一个外人加入进来 十号原本想拒绝的 但想了想 最终还是走了过去 上界的奇才与贵女 肯定了解不少秘星 与他们同行 也许能有大收获 造化只有那么多 我们各凭本事夺 宣明说道 扫了一眼众人 目光略过十号时 金光一闪 此时同舟共济 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到了地头 各失手段 壁谷说道 我希望上船的人都有用 而不是平白无故的借礼 我们可不是来此当乱好人 随便收容一些人 一个名为卓云的年轻人说道 看了一眼十号 显然 一些人不满十号上船 上次有人尝试拉拢他 并未成功 故此早有些不满 而今更是要夺传说中的大造化 自己人彼此间都是对手 就更不用说外人了 乱说什么呢 小时跟我们来 走吧 出海 红黄说道 眼中金光一闪 十号笑了笑 并没有不快地表示 走了过去 最终 蓝羽 水月 红黄 十号 以及另外两名奇才一艘船 驶向赤海深处 说是船 其实是神灵法器 散发锐光 守护住了所有人 三船并行 威势惊人 太古堡街中没有神明吗 十号暗自姑娘 似乎没有 不然这等大事 怎会不来 还是说 现在还会出动 尽等时机 喂 十号你不是去布老山做客了吗 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 红黄满身赤霞 如火焰一般 大声问道 其他人也注意 向他望去 那里很无趣 呆腻了 不愿久留 就出来了 十号答道 另一艘船上 召起闻言吃笑 道 布老山再怎么说 在下界也是一个不朽的大教 你确信在那里能出入自由 可以这样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其他人闻言也都摇头 不少人都觉得他所言不实 或从口出 这次你比较幸运 上界布老山那个家伙 没跟我们同行 而是与其他人下界来 不然被他听到 肯定不会放过你 卓云淡淡地扫了他一眼 十号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他总不能告诉这些人 他将布老山都给掀翻了吧 估计更没人相信了 将他当成失心风 毕竟 这些事才发生 不可能这么快就传遍天下 当然 十号也没有自满 毕竟那些事都是小塔做的 他很有自知之明 也知道上界的这些奇才与贵女 都很强大 赤 一道惊鸿划破赤海 带着灼热的大浪 一冲而过 险些将他们这三艘宝船掀翻 该死 是一根金屋谷化成的大船 在这里天生占尽优势 居然敢冲撞我等 一个年轻强者大怒 他们看我等年轻 这是在警告 宣明冷笑道 等到了地头 他们会明白 孰弱孰强 碧骨开口 这些人都带有秘宝 自身又非常强 因此都很自信 怎么会有一些古船 在这沿江海上飘荡 难道都是神物所化 一人好奇 动用法力 想拘禁过来一些 仅刚一照话而已 几艘古船就向这边驶来 不好 碧骨他们 水月教道 他一身银白衣裙 雅结出城 灵觉甚是敏锐 感应到了一股阴森气息 这是鬼船 亦有人大叫 通过特别的法器 勘破虚妄 见到了古船中的一切 满船死尸 都是太古以前遗留下来的 不知道为何 尸还依旧在 不曾朽灭 这有点不可思议 凹雾 阴风怒嚎 明明是沿江海 可是此时却有些冰冷 鬼哭神吼 几艘鬼船上 黑雾弥漫 许多人影出现 手持刀兵 向这边劈杀 飞出来一道道乌光 冰寒刺骨 该死的 有人诅咒了这些船 尸体不服 化成鬼神兵 不止于此 除却鬼船外 这岩浆中出现 一具又一具白骨 密密麻麻 全都探出手掌 向着他们抓来 这简直无穷无尽 岩浆海沸腾 雪白骷髅成片 跳跃而起 向他们扑杀 破 他们纷纷出手 葛斩法器 催动神光 向外扫射 白骨爆碎 鬼船被掀翻 惊起滔天岩浆大浪 然而 刚毁掉境前的 远方一下子便出现了 数十上百艘鬼船 呜呜呼啸而来 黑雾遮天 并且 这岩浆中白骨更多了 无穷无尽 将这里淹没 斩之不绝 这让人头皮发麻 便是来自上界的贵女 与奇才 见识不凡 也都变色 简直像是坠入了地狱中 这是太古一战中 折损的纪灵 与无尽的天兵天将 全都葬在了这里 赵奇说道 神色难看 招惹了这种东西真是麻烦 轩鸣动用你手中那件秘宝 赶紧脱离此地 不然杀之不绝 蓝宇说道 轩鸣略微犹豫 见所有人都望来 点了点头 道 好吧 在他的掌心 出现一座石拱小桥 化成一道鸿芒 瞬间连通到赤海深处 三艘船沿着此桥 直接从此地消失 好厉害的秘宝 十号暗暗吃惊 这是一片近空领域 此石拱桥 居然可以如此贯穿一片虚空 随后 他们避过所有古船 急速航行了五日 终于达到目的地 这令人咋舌 沿江果然成海 这么的广阔 而前方所见 亦十分惊人 宝光无尽 瑞霞无穷 一株神树 仿佛生于开天辟地前 流动神灰 精气滚滚 在海中扩散 它 怎么变小了 所有人都到了境前 见到一株黄金树 它扎灯在赤海中 就在不远处 看起来不过一尺高而已 比早先做见到的 意象小的太多了 一尺高 人们不敢相信 不过 便是一尺高 也是气象惊人 它被星河环绕 并且每一片叶子上 都拖着一颗星辰 而在树冠上 更有一座巴掌高的古墊 吞吐混沌气 我先去 一位尊者大叫 他抓向那尺许高的黄金树 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 随着他接近 他自身在急速缩小 最后化成一粒微尘 没入黄金树前 啊 好古怪 戒子那须灭 许多人惊呼 黄金树一尺高 看似变小了 但是强大如尊者 只要一接近 自身也会化成微尘 消失在那里 几乎不可见 是他 没错 几位尊者大喜 急速冲去 第零510章 激烈 黄金树 太阳七居之地 诸神沉眠之所 伴着神话起源 有夺天地造化的大纪元 所有人启动 向前冲去 轩鸣 碧骨 蓝鱼 红黄 也都纷纷祭出秘宝 一时间流光一彩 并投而行 嗡 突然 一股莫名气息爆发 是如此的突兀与迅猛 虚空扭曲 一条血色的根莖 如真龙般俯冲而来 噗的一声 来自上界的一位天才 简直不敢相信 他的太阳穴被洞穿 血花见起很高 至死他都满脸愕然 这太突然了 一条血色根莖 比神毛还锋锐 闪动赤红光泽 横空而击 袭杀了一位 来自上界的年轻强者 正是铁血古树 他从岩浆中腾起 突兀出手 以一根法杖护体 无惧炽热 那尸体干枯 一身精华 皆被古树吸收 而后在这里化成灰烬 形神俱灭 你 好胆 来自上界的这群人揭怒 他们不曾惹事 不想被人主动攻击 顿时间全都转身 要为那人复仇 轰的一声 岩浆大浪席卷 这片赤海沸腾 一群尊者出现 一起出手 同时向这些奇才攻击 行动一致 除却早先进去的几人外 其他尊者非常默契 脸色冷漠 一语不发 斩向蓝语 水月 十号等人 攻势威吗 嘎尔 召起贺吼 仅一瞬间而已 他就被挤到光束扫中 洛飞密宝关键时刻起作用 他肯定陨落了 突围 蓝语轻斥 形势非常不妙 他们被截断前后路 遭受九头蛇 黄金巨人 银尸等尊者围攻 形势十分危急 哄 法则成片 光雨如曝 这里沸腾 沿江大浪滔天 杀气冲销 谁也没有想到 大战来得如此之快 还没有真正登临太阳古术 他们便被人这样围困 并开始猎杀 一头五色鹿出手 神盲飞来 那是一件宝具 鹿角 流动五彩 直接就到了十号的境前 威力强决 枪 一声颤音发出 十号双手发光 发出通天剑气 披斩在鹿角上 使之轨迹偏移 没入了沿江海中 相对来说 他没有散发尊者气息 受到的攻击并不强 很多人并不是以除掉他为目标 吼 一头神兽大吼 满身都是蓝色光滑 横扫千军 打向众人 这是什么 一头蓝龙 便是来自上界的天才 也都大吃一惊 这个物种太强了 他通体碧蓝 散发着强大的神能 形似一头蜥蜴 但生出了龙头 且背后长有一对翅膀 俯冲而来 喷吐蓝光 这是群体攻击 在的他的头上 悬浮着一件宝具 竟是一枚铜灵 悠悠而名 加持其宝树 让人震惊的是 竟将威能提升了数倍 哄 这里暴动 一群人皆遭受攻击 纷纷对抗 浮光交织 法则密布 其他尊者也都在出手 围攻这群来自上界的年轻强者 卓云身体一阵 迅速躲避 有几枚符号 冲破他的护体圣光 若非密宝 站出一朵青色莲花 他便威仪 蓝龙发难 那枚铜灵落下 与其宝树合一 一下子冲来 扑的一声 将卓云身边的一人震碎 鲜血渐气很高 卓云大叫 鲜血渐在他的护体密宝上 格外鲜艳 让他脸色难看 只差一点 糟结的人就是他 那铜灵是极强大的神器 大家小心 水月传音 周身银白色光芒闪烁 窈窕而清零 不用他提醒 所有人都已看出 那铜灵很不一般 十分的惊人 可以将宝树威力数倍提升 便是在上界 也算是稀释密宝 斩了他们所有人 这些外界的生灵 一个都不要留 一头银尸说道 显然 他们达成了一致 看出这些年轻人来自外界后 联手攻伐 要先斩尽这些外来者 金色火焰燃烧 两名金乌化成的道人出现 掌控岩浆 镇压这些上界奇才 便是金乌族不满 不愿众人来此 此时也先放下了成剑 要一心对外 先斩外界的这群强者 十号出手 一只猪雀在掌中成形 而后牵引岩浆 引发大浪 反下而行 全部扫向太古宝界的这群尊者 激烈大战爆发 嗷吼 九头蛇大吼 九只头颅全都赤胜起来 喷勃神芒 铺天盖地 将前方淹没 他急速碾压而至 最为可怕的是 他催动一枚九色神环 当真是威能滔天 所向披靡 那是一件神灵祭练过的秘宝 震得很多人倒退 他绝对是此界最强尊者之一 实力恐怖 另一边 一只紫金以力大无穷 连破众人多重防线 无坚不摧 他天生拥有神力 将数位奇才震退 闭谷冷笑 诸位还留后手吗 再这样下去 我们都得死在这里 他深知 有人的确在这种围攻下 显向还生 但令还有部分人 绝对还没有动用真正实力 一直有所保留 轩铭 还请出手 带我们进太阳古术 红黄喊道 轩铭掌心霞光一闪 一座石拱桥浮现 看起来玲珑剔透 在刹那间急速放大 贯通虚空 没入太古神树那里 走 一群人跨桥而行 瞬间突围 追 太古宝界的尊者喝道 再后追杀 在临近这株金色的古树时 所有人的身影都化成了微尘 坠落在树根前 这是一幅很诡异的场景 这株金色的小树 看起来只有一尺高 可是一旦临近 自身比它还小无数倍 在登陵那石拱桥时 石后被挤在了最后 众人有一定的默契 再怎么说 也都来自上界 彼此更信任一些 后方 传来吼笑声 九头蛇 蓝龙 黄金巨人等咆哮而来 几乎就要追了上来 他们的速度也非常快 挡住 照起大喝 看了一眼最后面的石后 眼神有点冰冷 他很不情愿 带上这个下界的少年 你也要尽一份力 卓云低语 他离石后很近 竟暗中出手 封住他前行的路径 让他殿后 这么多尊者追来 真要是落在最后面 被追上的话 绝对威仪 有什么可怕的 石后不紧不慢 紧跟着卓云 卓云露出一缕金融 竟没有挡住对方 他眸子更冷了 不再多雨 急速逃向前方 石拱桥突破进来后 已被轩鸣收起 他们眼前出现一株通天巨树 整体都是金黄色 耸入云霄中 太壮阔了 便是在这种危急关头 众人也不得不惊叹 这珠古树气象阵势 霞光流转 他被一挂又一挂星河环绕 并且每一片叶子上 都拖着一棵星辰 简直像是世界树 不是真正的星辰 还在孕育中 但是 太惊人了 蓝语惊叹 不过 现在可没有时间感慨 众人迅速冲向前去 后方追兵也杀到了 劫住他们 后方有人大喝 因为 在那最前方 还有几道身影 是早先进来的尊者 此时文言全都掉头 得到传音后 向回杀来 你们这群土著 宣明又惊又怒 若是几人也就罢了 这是一群强者 能活活堆死他们 外界的几条小鱼 来了就不要走了 铁血古树开口 声音而雷鸣 登上太阳古树 冲进那树冠上的混沌古殿 夺取逆天大纪元 跟他们比速度 蓝语说道 一行人避开 冲向金色的古树 它实在太高大了 而此地又不能飞行 唯有藤越与奔跑 此外 宣明手中的石拱桥 也是一大壁柱 可以不断突破出去 接近那神树 哄 然而 当真正触碰到 这树金色的巨树后 所有人都遭遇了麻烦 被先翻了出去 不能临近 不好 有静置 壁谷脸色一沉 预感不妙 后方 那些尊者也都是一惊 难以登临此树 全部被一层黄金光挡住了 这树树了不得 你们看 它孕育星河 每片叶子上都拖着一颗星辰 分明诞生了大世界之力 需要以小世界为触媒 才能开启 一位尊者道 同一时间 蓝羽 宣明等也推测出了结果 一个个都变色 小世界很珍贵 但并不是寻不到 可是谁会待在身上 我这里 有一个残破的 那个名为银银的少女开口 她取出一个金银的石块 但是有点破裂了 十号星头一动 她怀中也有一个 那是世界宝盒 为一个小世界 封印在青铜中 诸位 我祝你们一臂之力 十号取出 众人见状 莫不愕然 而后惊喜 早先还有很多人不情愿 不愿带她一起渡海 现在却成为大仪仗 他们动作迅速 快速激发小世界之力 这里虚空塌陷 众人急速冲进黄金光幕内 后方 那群尊者立刻跟进 速度非常快 也想借助这条通道 登上太阳古树 不好 他们追上来了 红黄叫道 收起宝盒 宣明大喝 就在这一刻 十号一惊 上届天才中 居然有人暗中夺她宝盒 还有人对她出暗手 袭击她 要将她打落下去 十号冷笑 扫了那几人急眼 也不点破 故意落在后方 将后方一批尊者 都给放进黄金光幕中 而后 她自己则装作被人击中 坠落下去 跌进那赤红的岩浆海内 谁在出手 几名贵女中有人愕然 看向周围的同伴 这可是有点羡慕杀驴的感觉 太不地道了 走吧 来不及了 有人喝道 急忙向黄金树上冲去 这棵古树太高大了 不知道要攀登多少天呢 十号自己主动坠落下来 那是因为她发现 黄金古树根部 全是地火叶 浩瀚无边 在这里成为了湖泊 化作了海洋 扑通 她落在赤红的江叶中 一生身影 这种感觉太舒服了 浑身毛孔都舒张 胸部的至尊骨 一下子复苏了 疯狂吞那精华 嗯 下方的黄金根虚处 似乎还有灵液 神能更浓郁啊 十号仔细感应后 心中震撼与激动 一个猛子扎了下去